前面咱学了限速度 这次咱们学习圆周运动的另外一种描述 角速度 角速度就是质叠与圆心的连线 在单位时间内扫过的角度 用符号Omega来表示 需要注意的是 公式中SAT的单位采用的不是你所熟悉的角度单位度 而是弧度 那什么是弧度呢 我们来看 对于同一个角 半径大 弧长就大 半径小 弧长就小 弧长与半径的比值是一个定值 写成算式就是L比R等于定值 这个定值就由角度θ决定 与半径的长短无关 而对于两个不同的角 α和β 如果α的角度是β的二倍 那么相同半径下 α所对的弧长 就是β所对弧长的两倍 所以我们就可以使用角所对圆弧的弧长 与半径的比值来定义角的大小 记作θ等于L比R 这样定义的角 单位就是咱们刚说的弧度了 由于弧长与半径的单位都是米 所以这样定义的角 实际上是没有单位的 这个弧度是咱们为了描述方便而定义的 它的符号是RAD 当角的单位使用弧度 时间的单位使用秒后 根据角速度的定义式 我们就得到了国际单位之中 角速度的单位就是弧度每秒 符号是这样或者这样 特别大在匀速援助运动中 角速度是始终不变的 这是因为匀速援助运动中 物体限速度大小不变 所以单位时间通过的弧长相等 那么单位时间转过的角度也相同 也就是角速度始终不变 这样物体转一圈回到初始位置 所用时间就是固定不变的 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周期性的运动 那么转一圈所用的这个时间 就叫做周期 符号是T 单位是秒 它也可以描述 匀速援助运动快慢 需要提醒你 周期性运动不但要求物体 回到初始位置 其顺时速度也要回到初始的 大小和方向 匀速援助运动中 周期是多长时间转一圈 那咱们也可以反过来 用物体一定时间转多少圈 来表示快慢 物体一秒完成的 圆周运动次数叫做频率 符号是F 单位是秒分之一 叫做赫兹符号是HZ 比如说物体一秒钟转了五圈 那么频率就是五赫兹 而它的周期很明显就是五分之一秒 咱们很容易看出来 周期和频率互为倒数 实际生产和生活中 还有个跟频率很类似的 叫转速 符号是N 单位为转每秒或转每分 发电机电动机就常用转速表示快慢 转速还是计算机硬盘和光区性能的重要指标 周期频率和转速 都是标亮 而且在匀速圆周运动中 它们也都是固定不变的 好了 总结一下 这次咱学了另外几个表述圆周运动快慢的物理量 转速度 周期 频率 转速 其中咱重点讲的是转速度 注意C它的单位是弧度 转速度的单位是弧度每秒 在匀速圆周运动中 转速度 周期 频率 转速 都是固定不变的 你听懂了吗 快去刷刷题吧 好